吳宗憲有什麼了不起 我就心裡想 也不關他的事 對啊 不是跑來跑去 不跑便宜 他說沒有 所以我比較 那一天我就跟他們說 我不會邀 然後他媽媽就說 不… 你不要亂講話 你有沒有譬如說 講一個不好笑的笑話 下面沒反應 不好笑就是 有時候要臨場反應 像有時候講笑話 講到一半 他不會說不好笑 他會說 聽過了 聽過了 然後我就說 兩位 然後可能是你要看場合 如果那是老客人 還是說 不是兄弟 有一次就是 有一次就是有一個大哥 我也不知道他是大哥 然後他就跟我點歌 然後拿Viva拍我 我想說不行 我就跟他說不能拍 後來唱完歌 他就有一個 他小弟就帶二十幾個人 拿兇器 在那個Easy Fight門口堵我 哇 嚇死我了 那前一天是正中機 那個醉機 不是 就是 他不是 然後頭條 我想明天應該是我被打 因為二十幾個嘛 你知道那種很恐怖的 結果後來怎麼辦 然後後來我心裡 我就跟那個大哥說 給我五分鐘 然後我解釋一下 然後再 如果要動手還要動手 後來我跟他講了五分鐘 他就讓我走了 走的時候 我都不敢回頭 你跟他講了什麼 因為我很怕他反悔 你跟他講了什麼 我就說來點那個音樂好了 我說大哥不好意思 我剛剛是這個開玩笑的 那你知道嗎 我不是港星 我也不是日本的偶像 那我是本土藝人 那以我現在在電視上知名度 我根本不需要來這邊唱歌 但是我是為了要帶這個快樂 給觀眾 而且我唱的歌都是跟 因為我的團員有的那時候沒工作 那他們要養孩子跟老婆 那我想說我賺的錢 可以分給他們 那一個月可以多賺個兩三萬 也是一個收入 那我可能是開玩笑的標準 沒有拿好 那您誤會我 但是我真的是想讓你快樂 那如果我真的讓你不快樂 我跟你道歉 那你可以動手 然後他聽一聽就說 好吧 你走吧 這樣 旁邊有一個小弟 不知道那是他們大哥 你說什麼 就這樣 然後他大哥的小弟 又往那個小弟拔來 拔 那我住了 因為他們那 他們那些人就是 收到電話就是要來打人 他不了解說 那個人是他們的大哥 然後他們要打我以前來說 吳宗憲有什麼了不起 我就心裡想 也不關他的事 這 怎麼會講到吳宗憲 就是那時候我是憲憲家族 好 就會這樣子 我也會不會憲哥被打是 因為這一條 應該不會吧 不會啊 開開玩笑 其實我們這個搞笑藝人就是 什麼事都要化解 像我們說 台灣知名藝人 已經承認他有光碟 但不是那個 性愛光碟 是智慧光碟 那你知道智慧這兩個字也算正統 像我們一般卷稱的都說什麼毛管 那大陸那邊也報導出來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台灣知名藝人 彭恰恰 他不能說彭恰恰 彭恰恰先生已經承認他有光碟 但是不是 不是性愛光碟 是 謝謝 跑皮 跑皮是什麼 這是包皮 要跑來跑去 跑皮 對啊 不是跑來跑去 不是跑皮 真的喔 真的耶 對啊 這怕我唱歌有沒有 馬子給你示愛 有一次啊 就唱歌唱完 然後就有人留那個紙條給我 他說我在 因為我那個藍色狂想 在五福路 對面剛好是一個飯店 立井還是立尊 他說在什麼907號房 請我這個下班以後 過去找他 這個waiter遞給我 那每次我都唱完歌 是習慣帶樂團去吃宵夜 那一天我就跟他們說 我不會搖 真的 然後我就偷偷跑去 叮咚叮咚 那一打開那個人 他浴袍 他是用 不是浴袍 浴袍是穿 他用浴巾 就弄他這裡 到這裡 什麼意思 因為他是男的 因為我以前頭髮都在這裡 然後他以為 我要穿緊繩褲 他可能以為我是 嚇死我了 什麼時候發現 你自己這麼好笑 我覺得還好 是有一次上網 然後人家說 你覺得全世界最好笑的藝人是誰 那我要上去看 我竟然第一名了 然後第二名是NONO 我就覺得不準了 我就覺得不準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摩登大聖那個 那個金凱瑞 對 還有很多順子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雖然他是一個不準的 但是至少 人家會把你當成說是一個 可以讓他很快樂的人 那也是很快樂 一方他很孝順 他跟我主持 大家來說孝 代狀的嘛 買了一個房子 送給人家 給媽媽 媽媽住在...就買了三重 那去年買的嘛 那一買那個禮拜三重就淹水 水災啊 那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就打電話去家裡關心 喂 育芳在嗎 然後育芳他媽媽接著 我說房子有沒怎麼樣 有沒淹水 然後他媽媽就說 我就是把它編成笑話 就說育芳 其實他們家有淹水 但是沒有 他媽媽就...這樣 然後... 然後不知道哪一個神經病 歐地 就說 那琪芹住三重呢 那就變成 有麥克風 這個借我好了 麥克風在那邊借我 琪芹知道嘛 琪芹他住三重是這樣 然後他們又點了 五百呢... 五百浪人情歌 然後他們越點越多說 陳生... 陳生住三重 他們希望我可能是... 又... 這樣嘛 但是陳生就過來說 然後就走掉了 像有一次小S就問憲哥說 你覺得那個康康跟你誰 比較好笑 他就說康康是可笑這樣 那我在家裡就... 這樣... 第二天他就被打 不是啦 不是啦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們跟憲哥、菲哥、瓜哥 其實我們演藝圈是... 好像... 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開玩笑 對啊 其實我覺得你滿屌的 你看這些人 你都合作過 瓜哥、憲哥、菲哥都有合作過 小燕姐也有 PONG也有 那每一個... 順哥也有 小董、董哥 乃哥沒有啦 所以我比較... 沒有學到啦 來講一個 看你們聽得懂不懂 好 好不好 好 來 人生海海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人上人 第一個 我們宇宙是人上人 一個人上一個人對不對 就人上人嘛 然後那下一代就人生海海 這是生雙胞胎 兩個...一個叫小海 一個叫大海 然後海上花嘛 對不對 上花以後花就生米嘛 第二胎是花生冰嘛 你知道嗎 然後外面它就生兩個 跟外國人生的一個叫花生醬 一個叫花生湯 那外面生的醬跟湯不理的 那海上花花生米 米呢它叫麒麟啊 米其林嘛 它麒麟以後嘛 然後冰呢 是他弟弟對不對 對 花生冰嘛 冰也麒麟耶 那米跟冰都騎同樣一個女生 就哥哥跟弟弟一起騎 對 冰其林跟林... 米其林 米其林 然後林呢 就林生北路嘛 林就生了北路 那這個北路是冰的呢 還是米的呢 不知道 因為同樣一天嘛 然後呢 林生北路以後 路呢 是人走出來的 人呢 又上人 就一連串 然後就這樣一個 這是最新的 最複雜 然後最有道理的人肖 還可以把它組長一下 對 是我在酒店 遇到一個事情 就一個妹妹進來 我認識她 她在賣帽子 我出外景認識 你怎麼會來這裡 她白天的時候在賣 還有別的行業在做 賣帽子 然後你怎麼會來這裡 我們還是希望說 不要進... 我們雖然喜歡去玩 但盡量... 朋友當然是勸他們 然後 我沒有在這裡 我... 你... 剛剛我們沒見過面 我想 她可能是 有她的原因 苦衷 可是我認那... 那一對乳房 認得出來 我越乳無數鳥 他說 啊 我知道啊 你認錯了 我是雙胞胎 我姐姐在賣帽子 然後我說那你怎麼... 真的假的 我們會懷疑嘛 然後後來就聊天 就是說 姐姐跟爸爸 我跟媽媽 我說那你跟姐姐 會不會吵架 雙胞胎就是吵架很好玩 會啊 她常罵我 為什麼 叫我不要在這種地方上班 聽了就很難過 我說那姐姐是為你好 你相信我會去跟她聊這些嗎 講大道理 大家可能想 我們去就是在那邊摸摸這樣 姐姐是為你好 不知道 姐姐是為你好 所以這樣 他說沒辦法 爸爸... 爸爸跟姐姐 我跟媽媽 媽媽生病住院 然後需要醫藥費 我不來賺錢 那... 那怎麼辦呢 那聽了就很感動 不是感動 感慘 他三百塊 我給他五千塊 那酒店面 叫你講笑話 你會不會賭來 就要熟就不會了 對啊 有這種... 就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有一個 就是很討厭嘛 他一來他就... 講笑話... 講笑話... 他就用他的手頂著你這樣 然後我旁邊還有那個... 吳孟達嘛 因為他來鄉... 他來台灣 我請他 招待他去 喝一下這樣 我們到香港也是他在招待 那就... 覺得很不尊重這樣 對 他就說你唱... 我說... 你沒看到達哥在那裡 我不是主角 不要這樣 他說... 你們跟電視不一樣 這種感覺很討厭 然後我就說 你有電話嗎 明天我請你吃飯這樣 他就說... 真的嗎這樣 那你要穿這樣子 丁字褲 那要去逛街 不行啦 我說為什麼不行 他說我下班了嗎 你下班了 你們伯父也下班了 還要唱歌給你聽嗎 沒有... 陳榮來喝酒 要從二樓翻滾給你看嗎 曹查理要... 天... 別亂說 你懂那個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可是有時候這樣子 又會後悔 嚇到人家 然後人家又會去傳 所以你人不好 蝦蝦蝦蝦蝦蝦對不對 很爽 對啊 對... 剛剛你覺得自己以外的藝人 除了你自己 誰最好笑 就像... 我最近因為要瘦嘛 所以我每天要吃牛肉 那我的司機是... 以前是一個... 廚師 然後他就會烤牛肉 然後煮湯 什麼給我吃 那整個工作人員還有... 這個大家 哇好棒喔 又可以吃烤肉 又可以吃菜 又可以喝湯 然後你司機怎麼那麼厲害 以前是廚師 那怎麼不做廚師 因為去幫人家修理電燈 然後被電到 從三樓半掉下來 腰摔斷了 現在不能站太久 然後就幫我把... 我家改成辦公桌 辦公室 還會裝潢 修理電燈 什麼... 哇 你司機這麼厲害啊 什麼都會 他有沒有... 不會的東西 有 他路不熟 這個就是曲慣文的幽默 對 我會想說 那個人 這個人 有一個人 很難的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